妆容能够改善一个人的气色,也能让一个人改变气质,但是不是所有的妆容都有这样的效果? 哪怕是那些明星都爱化的妆容也不一定适合你,孔子音才识教,化妆更要因人而异,现在别说90后了,00后都开始化妆了, 在00后眼中,90后都变成了阿姨的级别,不过一些98,99年的也还算是少女,比如说,我见少女中的杨超越,她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清纯少女吗? 当然杨超越不仅仅是年纪符合少女的定义,她本人的长相也是非常少女的,她虽然身处娱乐圈,但是却像是一块洁白无瑕的鱼,她耿直也真实,希望不要被一些不好风气给带偏了。 拥有少女感的杨超越,喜欢上各种少女发型,比如说双白紫头,双麻尾都非常的好看,连最近流行的类质妆也能轻松的驾驭,眼下质点的恰到好处。 一开始小编就说过了,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样眼下点滞的类质妆了,范冰冰就是一个反例,所以说,没有少女感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